这次的本体其实还蛮薄的 比我想象中要薄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这是GPD Win Max 还是比Max薄不少的 这次呢最让我满意的一点是 终于把Tab键放到这里 然后就相对来说是 所有GPD产品里面 它是最接近于 我们平时使用的普通键盘的 具体的手感的话 反馈还可以 它的建成的话是类似于像 Win Max的这种 打字手感是比Win Max更好一些的 我们再看一下 Pier Max Pier Max的话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建成比较短 Win Max的话 不是Win Max 是Pier Max的话 这次的键盘 建成什么都 我觉得是很可以的 码字应该不成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转频 手感还挺好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一位转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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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